要搬的時候 因為我們是搬 這次不是用對齊的 是用搬的 所以啊各位呢我們才說 請按鍵盤的F3 把顏色先去掉 只留線框 這樣鎖到那個端點才知道 然後呢我們轉一個角度 按最樓梯 開始轉角度過來 按最樓梯 轉角度過來 現在呢使用移動 先點一下它 好 我們先Copy出來喔 按住Shift鍵不要放 好往那個方向移動 好 滑鼠先放開 Shift鍵再放開 滑鼠放開以後你就這個表出來了 你Shift鍵可以放開了 按OK 然後呢我們把它放大 放大之後呢不要忘了 第一個3 代表立體鎖點按下去 這個面呢是屬於端點 Vertice 端點要按下去 好 那我們要搬動它是不是在移動 所以移動要按下去 好 開始囉 那麼當然我們要先選到它 代表是這一支 滑鼠放上去的時候 你的黑黑的十字 疊在它的藍色的十字上有沒有 按住抓過去的時候 它被黏過去了 你手就放開了 好 就這麼簡單 好 然後呢注意 基本上在3D Max裡面 像這種桌面跟桌腳 是明顯的 材質有可能不同的 我們不會強迫把它融合在一起 不見得一定要融合在一起 因為關係到後面要貼材質的關係 所以放著就可以了 組合在就可以了 接下來我們呢 要把那個玻璃 有沒有 玻璃啊 要放在 要放上去了 要放上去的時候呢 各位呢 放下去之後 那個洞正好就鼓起來了對不對 那請問一下該怎麼放呢 來 我把螢幕交給各位 各位可以開始走走看 怎麼樣把那片玻璃放上去呢